印度的这种酸奶,名字叫那希 这个名字让我迅速地产生了一些不好的联想 在卫生状况堪忧的印度 一被那希下肚,真就有可能那希 这种契合实际的谐音 真是有种黑色幽默的荒诞巧合 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印度的第一官方语言,印第语中 恒河的发音是尴尬 是的,就是我们汉语尴尬的发音 恒河即尴尬 这个印度小哥是我在新德里的翻译 名字叫齐丹 在印度德里大学 是中国老师吧 印度老师 印度老师 印度老师,很多人讲得真的好 德里大学是印度非常好的大学 对,看你们的北京大学一样 对对对,除了那个IIT 你们这边还有没有印度人 就是认为没有去过中国的 认为中国还是非常贫穷落后 甚至是比你们印度这边的一些环境还要差 印象中是不是有人是这么认为的 有些人看过那个电视场面 就是哪个国家是哪样的 比如说我没出过美国 怎么说是哪边的环境 还有什么东西是哪样的 我学过中国,所以我知道是中国挺好的 啊哈哈 要买饭 印度德国要去老婆给我们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会不会不太女貌啊 就是你们现在这边的种姓制度还很严格吗 就是内心里面还是很比较这个姓氏还是比较 比较就是重视这个吗 有没有阶级的 也有 也有 但是一千只这个很重要 现在我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就是改变 赚钱之能力这些事情 就是那个每个国家的人 还有那个想法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但是只有那个语言不同 啊只是语言不同 对对对 他总结的太好了 是啊 我去的是不同的国家文化 对 其实人的内心世界都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对 出门后 先给齐丹买包烟 发现印度的香烟价格很贵 这包登喜鹿就要三十元 齐丹说最便宜的也要十元 难怪在印度很少看到吸烟的人 有些买烟的人也是按跟买 如果真按这个价格 对比普通印度人的收入 香烟在印度还真有点轻奢的感觉 这里是一个旧电影院 在印度社会 电影拥有极大的影响力 说到电影 齐丹倒是没有评价中国电影 但我在加尔格达的翻译小哥 对中国电影表达了不屑一顾的侵蔑 确实 经济实力大展的中国 在电影水平上 却和韩国的距离越拉越远 虽然中国网友们喜欢调侃印度电影 但是中国电影的综合水平 确实弱于人家 中国电影在失去传统文学的普遇后 剧情弱的特点逐渐在放大 这些天 我翻看一些中国老电影 发现老电影出的第一个字幕 基本都是编剧 导演是排在后面的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中国电影 不论是海报还是开篇字幕 首先出来一行某某导演作品 过于强调导演和演员的权重 编剧被威乐成了编角料 我看了第一部印度电影 是在小学时 那部片子叫《复仇的火焰》 剧情直到现在都还能记得起一些 现在我们去翻拍印度的误杀 就是我们的剧情 弱于印度电影的一个象征 我觉得中国电影 离世界最高电影水平 只有一步之遥 有两层意思 一 中国电影的硬件和顶级水平非常接近 只有剧情这一个短板 二 是一步之遥这部电影 就是中国电影与顶级电影的差距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鲜艳的标题档的名字 叫《文箱是旅人》 这部片子的选题 主人公的设定都是代表了一种 值根于真实的盘役写出 是好莱坞黄金时代下 无与伦比的美妙故事 只说一点 全片最动人之处居然是和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孩的一段舞蹈 如果哪天中国出了一部可以媲美一步之遥的电影 这个差距就算是被磨平 这是我在天津外国语大学参加活动 天津交响乐团的小提琴 四重奏 一步之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敬请关注印度故事的下一集